季晓岚号称风流才子 见女人就迷 可这回却跑来相国密报 出卖了名字 这是为什么 因为她迷上长妈了 她眼睛有毛病吧 兄弟们 实话实说 我看这长妈也是风力有存 这是一场针对老季的阴谋 人之初性本贪 归根皆底 离不开她名滩色滩里这三样 长妈送了一间书院给她 她就连女人都不要了 真没想到季晓岚她也贪 人没有不贪的 只差在贪的方式不贪 像何大人 谁都知道她贪 谁都敢送她钱 可季晓岚呢 好名好面子 就不能送她钱 送她一顶高帽子 真合适 那长妈到底是怎么给季晓岚戴高帽的 这一切的开始 还是从小马同学开始想起 这两人眼睛里冒着光 身后的虎妹别着嘴 明明 明明是我先来的 叫马哥也好 一起骗人也好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熟练呢 这次余大小姐找小马同学 哭出了一个单单又纯纯的 找小马就是给老弟一顿说情 什么 我爹在衙门是从早忙到晚 为了戴清兢兢业业 四季长福不过八套 小马同学此时多少还是有点底线呢 余大小姐啊 轻者自轻 拙者自拙 余大人若是清清白白 又何必怕人查呢 余大小姐可能从来不知道 她这一身锦衣华服从何而来 反倒是给老爹辩解起来 都是钦差的问题 夏境东境各种名目都得给钱 对于戴清官场的那一套作风 当过失业的小马也是门亲 连连表示 我爹为做这个钦官 可真是吃尽了苦头 我怕是季晓兰来了 又是借机会捞东西 我最恨贪官了 没想到季晓兰也是贪官 余大小姐告诉小马 现在季晓兰天天就跟长妈在一起年货 绝对是要借着虎妹当假钦差 敲我爹的竹子 小马连连表示 哥不是这样的人 妩媚也不是 更是信口许诺 就是天塌下来 我也会帮你 好 那你跟我走 去哪 去了你就知道了 那小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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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忙着赶走假钦差 长妈则是拉着老季的手 哄起了真钦差 他把老季 拉到河间府一处热闹街道上 一口一个舅舅的叫着 那小声至少八个假号 还让老季亲自揭开红布 这是我开的一家书院 就走短见舅舅之名 沾舅舅之光了 哎呀 我愿意 我愿意 舅舅我一直有一个心愿 将来告老还乡 就在我的家乡修一个书院 为朝廷培养人才 那长妈是哭哭给这个书院上价值 什么 从小拎着雨 长大 要给别人撑伞 没读过书 更知道读书可贵 自己从小的梦想呢 就是开一个书院 舅舅 进去看看吧 那家伙 在热闹的武士活动中 长妈也顺便让舅舅拍了拍广告片 那有小伙伴就要问了 老鱼在探案 长妈在送礼 野知大人在干嘛 来点作用啊 您还别说 野知大人也干了 他捧着一碗鸡汤就要给贾哥哥送礼 鸡汤 鸡汤有什么好稀奇的 这鸡稀奇 这鸡汤也就稀奇啊 这鸡从小就没吃过果子 是我用人参 和首屋 和福林等名贵药材养大的 这鸡 吃得比人还要好 谁也想不到 一只都被野知大人玩出了花样 不愧是张总亲自夸奖的百官表率 算是做官做到了狗肚子里去 顾野知更是对虎媚许诺 吃了这只鸡啊 保准格格尼 容颜永住 万寿无将 那顾大人更是表示 这个鸡啊 我自己都没舍得吃 和的人来的时候 宰了一只 这次孝敬格格尼 才又宰了一只 见到野知大人这么说 虎媚装模作样的尝了一口 这下可是把顾野知吓坏了 咋回事啊 这怎么拍马屁 拍到马蹄子上了 她哪知道 虎媚刚才和陆小月一顿商量 怎么对付于大人 她就送上门了 所以就算野知大人求饶的时候 陆姑娘就出来搭戏了 野知大人 你可别慌 这都是被你们于大人给气的 听说前情 野知大人铁站表虎媚 咬定于大人就是个葫芦蛋 那陆姑娘直接一唱一鹤 开始劝格格 格格呢 谁对格格忠心 谁就是人才 谁对我忠心 谁对我忠心 这简直就是勾执而闲呢 可咱们野知大人是懂进步的 格格 鸡汤 一碗鸡汤递上去 野知可就有话说了 第一次见到格格 我就 感觉您特别像我娘啊 那虎媚 一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是哥们 野知大人赶紧解说 一看见你 我就想起我年轻时候的妈 要不是格格年轻 我真想叫你一声 娘啊 虎媚全身汗毛倒立 仿佛眼前的顾野知 比一千万个杀人魔 更恐怖 更可怕呀 你不要说这个呀 但是咱们的陆姑娘 就有话说了 格格 顾大人对您的感情 那真是没话说哎 格格 就这样吧 知府就让他当了 格格 干娘 顾大人这不太好吧 在陆姑娘的助攻下 顾大人成功拥有了一个 比自己大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干娘 成功分化了合金府三人组 而长妈对老季的工作 那叫一个彻底 不仅送了间书院 还送上了美人 正是她从小培养的明月姑娘 好好伺候好先生 先生请坐 众所周知 老季吧这个人 人很不错 也挺有活的 但就是有一点 太喜欢文艺少女了 只是她也没想到 长妈的套路太深了 话没说了两句呢 明月姑娘就扑通往地上一跪 开始诉说长妈的恶行 还有余大人的贪污行径 那老季一溜烟就把明月姑娘 领回家去了 还嘱咐杜小月好好照顾 然后出去之后 老季才告诉陆姑娘 这里面都是局 你得跟我一起做局 这局里面的余 已经开始了吵架 顾也知现在 是瞅着余大人 哪儿都不顺言 毕竟格格都许诺自己 要当知府了 你余大人算个屁 也亏了长妈好言 大敌当钱 又加上和大人的密信 几个人才重新联合在一起 这是什么意思啊 荷花长在土地上 这荷花 画得尖尖的 和尖府 谁来和尖府了 这黄土地 黄帝 黄帝来了 画面一转 就见盛世之下 鸡民遍地 一位大侠 呵斥了驱赶灾民的衙抑 此人正是 阴沉宅能大笑词 爱心觉罗 红烧板丽 那句板丽 经过了这一遭 自然就知道了 何尖府 并没有工作报告上 写的那样态度 那么 何尖府的大慈善家 就收到情报 季晓兰把女人送回来了 还说她想跑 跑啊 我养了女士 花了多少 请了多少名师教你 你居然敢逃走 长妈 你怎么会知道 幸亏我舅舅及时通知我 替晓兰 谁也不会想到 一向喜欢文艺少女的老鸡 这次居然把送上门的艳符 给送走了 替晓兰 你好狠的心呢 少废话 把人带走 别看长妈笑的胸 进了府 就跟明月手挽着手了 顾野之心子 你这一技也没成功啊 面对顾野之这种极品大草包 长妈也耐着心的跟她解释了起来 老季是什么人呢 那是风流阵里的极先锋 这次就跑过来向我告密 出卖了明月 这说明什么 因为她迷上长妈了 她眼睛有毛病吧 我最对不住想压 而刚才还是可怜无助 且充满文艺细菌的明月 也露出了本相 老季这个人呢 不好色 为好解色 长妈送了一间书院 就不要女人了 长妈看得透彻 何大人这种 是传统贪官 只收钱 而老季呢 属于是看名 所以长妈想清楚了 送钱盖子 我看就应该送金大人一场漫天飞雪 往上加牌 这皇位老爱家做得 他老季也能做得 顾大人心思 你可变成大义学蜜鹿的活了 快落点别的 顾大人 这皇上要来了 这满城的灾民 被皇上看到就完蛋了 哎 放心吧 一个灾民都没有了 哪去了 都被我赶到别人的地面上 行 要不说顾大人懂金布呢 属于是祸水东引 正好给张总看见了 作为木桶定律中 最短的那块木头 顾野芝干的事 可太多了 第二天 虎妹就带着陆姑娘 开始套话 借着顾野芝一直没婚配 想把明月许给她 那顾野芝当即就不乐意了 她什么身份 她什么身份 她明月一个烟花女子 跟我一个朝廷命馆作配 她配吗 老顾告诉官娘 明月家里 涉及二十多年前的一场文字浴 跌进去了 她小时候就被卖给长妈儿了 咱不是说 明月姑娘现在这个名啊 听到有故事 虎妹一仰头 小侄侄啊 那件文字浴的事 你干外公又想干了 干外公 谁呀 哎呦 你怎么这么傻呀 哥哥呢 是你的干娘 那皇上 不就是你干外公了吗 哦 对的对的对的 虎妹 别的本事没有 画大饼的本事 那是十分 甚至有九分的好 小侄侄啊 只要你查清楚了这件事情 帮你干外公 把事情办了 那以后 当个军机出大臣 位列上书房三巨头 也是简简单单 这可是天大的局 那个余定钟 可不能让他知道了 老鱼头 让他一边凉快去吧 哎哎哎 对了对了 那个长妈 也不能让他知道哦 我懂了 我懂了 野知大人什么人呢 何千福 最想进步的人 他表示 四舍五弱 我也是老爱家的人 保证保持低调 欲知后事如何 咱们三连催更红中 写快点 拜托了 这事对我们 真的很重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